10月24日,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中央视觉与表演艺术高中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六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成年人,一名女孩和枪手。 圣路易斯警方于上午9点10分左右接到报警,称一名手持长枪的男子正在该所高中开枪,枪击迫使学生们堵住门,即在教室角落里或从窗户跳下去逃生。 警方赶到现场后迅速疏散了全校学生并封锁了校区。 嫌犯是一名20岁左右的男性,但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警方还没有确认枪手与学校的联系,但表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他的汽车,并将对其进行搜查。 联邦调查局在周一上午晚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学校不再存在直接威胁。 据LA Times10月24日的报道,在加州春季的周评估考试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没有达到周数学标准,超过一半的学生没有达到英语标准。 与疫情前一年相比,成绩大幅下降。 在英语和数学方面,未达到预期的学生比例在各族裔群体中都有所上升。 2022年,84%的非裔学生,79%的拉丁裔和低收入学生没有达到周数学标准。 53%的学生在英语语言艺术,识字方面没有达到年级期望。 另一方面,23日晚,国家成绩单公布,这项与加州考试不同的全国性考试也显示, 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数学和阅读成绩都显著下降。 自疫情爆发以来,几乎每个州的八年级学生和包括加州在内的绝大多州的四年级学生的平均数学成绩都有所下降。 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称之为令人心碎的学业挫折。 10月22日,位于加州北湾的圣罗沙市首次举办了用枪换钱的活动。 整个枪支回收活动持续了大约4小时的时间,总共收回423件枪支, 包括158支手枪、265支长步枪、8支突击步枪和6支3D打印枪支。 警方称,步枪和手枪可以换200美元,自动武器和幽灵枪可以换300美元。 该活动由市社区代表以及市办公室人员联合警察局合作组织。 组织者表示,此次回收枪支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减少社区枪支数量, 从而减少枪支被盗、枪支意外走火或其他例如用枪自尽等事件的发生。 圣罗沙警署基金会表示,此次回购活动总共筹集了超过7.5万美元。 圣罗沙市警方称,此次枪支活动中所回购的大部分枪支将直接被销毁。 英国保守党10月24日宣布,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当选新党魁。 苏纳克现年42岁,他将成为英国20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也是首位非白人领袖,且是首位印度裔英国首相。 苏纳克于2020年2月至2022年7月间担任财政大臣, 他今下与现任首相特拉斯争取党魁大位时提出警告说, 特拉斯的减税经济计划过于鲁莽,会造成灾难。 特拉斯下台后,苏纳克二度争取党魁胜出。 投资人预期苏纳克出任首相, 较有能力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 苏纳克当天在发表当选声明时表示, 让国家团结起来将是他的首要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